如佛实尊为仪 一大势因缘故出现于世 所谓大势因缘者 无非开佛之鉴 视佛之鉴 悟佛之鉴 入佛之鉴 之下成佛而已 希达多于菩提树下念念流行观照 他的心身体和呼吸都达至完满的合一 进入甚深禅定之后 了知无量众生 经历无数次的轮回 皆是虚幻不适的现象 譬如大海之中起伏的海浪 大海本身 不落生死 只需海浪 明了本身即是海水便可同样超越生死 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安稳 生命是一种体验 试着去接受无常我 痛苦的根源 来自有常有我的望见 体悟到这个道理 就能明白这一切 无生无死 无起无灭 无意无多 无内无外 无大无小 无够无尽 解脱的窍门 就是要破除无名 深入实相之中 直接体验亲政 这一普通的树叶 乃是因缘和合而生 也将因缘和合而灭 宇宙间万事万物 互相依靠而生存 透过这一片树叶 足以撤见整个宇宙 整个世界 同时也含藏于这一片树叶之内 西达多于梦境中 头枕雪山 以大地而卧 手达两海 助其生出一颗藤蔓 不停向上生长 直抵云端 不同信仰 不同种姓 不同团体的人们 都立足在自己脚下 世界各地的人们 都将于佛法中 找到各自的根本 佛陀行于世间 却不染仙尘 西达多正道之心 如金刚般坚定 能堪破虚妄 或是坚爱 乐 贪欲 不无谅解 西达多相信 自己将到达解脱的彼岸 为了验证 这一梦境的启示 西达多带着金碗来到河边 发下怨言 若我将成正绝 愿此金碗 于河水中逆流而上 若不成 则沉落江底 西达多将金碗放入河中 金碗果然没有沉下去 不一会儿奇迹发生了 顺流而下的金碗 竟然逆流而上 随后沉入江底 西达多告诉自己 今天若不能正的无上正觉 宁可粉身碎骨 也不起于做 他重新在菩提树下注定 被此的食药 和自己的心魔 做出最后的挑战